唐老師 校長 副校長 還有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是我們暑假第一檔 第一檔這個教育課程 原本是第二檔 但是因為第一檔被這個颱風破壞掉 所以今天唐老師是第一檔 這也是我們這一學年第一次的這個主管人員的 積極認識 積極成長 那我們今天其實非常非常的榮幸 等一下我有點船肉跑得好去 今天非常的榮幸能夠邀請到唐豐 唐老師 到我們學校來安排這一次有關網路發展 對於整個工部門特別是學校在這幾年的運作當中 其實網路平台是我們在這個 這個趨勢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其實我對唐老師的認識其實應該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如果我說一下我自己個人的歷史 在十幾年前我還在政大念書的時候 那那時候因為每天就在圖書館裡面敢論文 然後呢這個寫著寫著這個思緒非常平靜的時候 就在圖書館的書櫃上面晃來晃去 那時候就看到一本書 老師是真的 就看到一本書叫成長戰爭 成長戰爭 因為那時候心裡面我是屬於那個 就是小學念完念國中 國中念完念高中 高中念完念大學 這種循序漸進 然後這個考上這個碩士的時候 又有念公共行政 大家都說公共行政只有一條路 就是去當公務員 那我也考上了公務員 所以我同時念碩士又在工作 那我會覺得我的成長當中好像都沒有戰爭 可是我覺得沒有戰爭就沒有火花 就覺得自己好像有一塊是太平和太寧靜的 所以看到這本書名的時候 就引起我的興趣 我幫他拿下來看一看 剛好就是寮述老師 還有他的弟弟跟爸爸爸爸的一些故事 那我覺得從那個故事當中 我會覺得哇這個人好有戰鬥性 從小就很有一些跟一般人不一樣的想法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也帶給我很多的深知 那後來就是一段時間之後 後來我陸陸續續知道 老師好像很年輕的時候 就投入城市的撰寫 還有這個相關的資訊部門 而且據說是全台灣最聰明的十個人之一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呢 對老師有更多的敬仰 不過後來是因為 大家知道在去年 執政黨這個幾次選舉大敗之後 這個行政院呢就開了一些課 什麼課呢? 要我們大家去檢討一下 為什麼我們政府部門 不管如何推出的這些政策 人民總是無感 人民總是無感 甚至呢不管花多少的錢 不管說多少的事情 做多少事情 好像就是貼近不了民眾真正心裡的想法 所以行政院呢就有介於此 就叫大家要去上很多的課程 從政務官開始一路調到檢證官所有的都要去收這方面 網路對於網路這個相關言論平台的這些了解 那老師也是行政院的這方面課程的顧問 那老師也開了很多這樣的課程 其實剛好在上個禮拜 我也在人地中心剛好調序 然後上了老師的課程 也是有很多的收穫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有這樣的機會 邀請到唐老師來我們學校 來幫大家來講授這個網路發展對公務部門影響的課程 那我們是不是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唐老師 謝謝 網路上果然謠言都會一直傳 那個1996年的時候 當時有做過一個所謂十大電腦交手的專題 也沒有問過我是新新聞他們做的 然後後來就一直傳一直傳 這個跟聰明什麼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而且96年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那我其實前兩年已經退休了 所以就 但是你的網路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有一個講法 然後就會一直傳染下去 所以就是說這個也是今天會講的 我先講一下時間結構好了 就是說我們今天表定是到12點 那對 那我今天準備的材料其實是 就是一個月前在台灣委員跟AIT 講的這一份它翻成中文 沒有完全翻成中文 然後那這個簡報的材料大概只有50分鐘左右 所以50分鐘之後的接下來可能我們休息個10分鐘 然後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可能就是 就是大家要盡可能的問我問題或者討論或者就是有一些互動 不然的話我可能就會有一點冷場 當然就是冷場的話我也可以去講別的話題 但是我是想說今天是比較是雙向的就是跟大家聊聊天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結構是說現在也不在錄影 然後那但是到就是之後自由討論的時候 錄影是可以關掉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比較不希望被錄影的想要討論的話 那那個部分的話我就是會放到YouTube上面去這樣子 好 那今天就是很高興可以來這邊講 前面的燈可以關掉嗎 好 OK 謝謝 今天的簡報如果是Google.com from G10V to GOV的話是找得到的 然後就是之後我同學也會提供給大家 這樣 對 好 因為簡報比沒有辦法翻頁所以我正好昨日講 就是基本上這個在當時在AIT講的時候 他們是說我是open source civil hacker 就是開源公民的黑客 那因為黑客也是很容易被這個烏雲化的一個詞 所以這邊講一下這個意思是說有創造性的方式去解決問題的人 他不一定是去侵入系統或什麼的這樣 然後那open source是我大概做了20年左右的一件事情 然後那最近把這個想法應用在Silo Society上面 然後我待會兒講到任何一段就是說如果覺得黑化太多 或者說我講太快了或怎麼樣就隨時歡迎就是 就直接按按鈕發言或者是聚首這樣子 我們就就比較有follow的方式 我剛剛有提到的是我大概1995年左右出社會 9495的時候 然後工作20年之後13年退休了 所以大概工作了也是20年左右 那退休之後就沒事做了 沒事做就跟退休人士一樣就是編子編子這樣 這是我第一個參與的G0V專案叫做蒙典 那代表稍微提到一些 然後那所以我現在就是正職都是在G0V 那G0V代表稍微做一些介紹 那G0V我這邊想要講一個概念是說 是有別於公部門跟私部門的叫做第三部門 就是自發部門就是 它並不是一個公職的一個階層 它也不是為了私部門的營利 它是比較就是像一群人同好會這樣子 然後自發的組織起來做一些事情 所以就都是支援者 那我在G0V參加許許多的專案 那今天可能會提到就是蒙典跟後來的V台灣這個專案 那當然這個每一個專案裡面 進來的Stakeholder當然公司部門的人都有 那像V台灣是新政院的蔡正偉 發起了一個民間的專案 然後蒙典最近是一直在跟牛津大學的 就是University Press合作 那雖然退休還是有當一些顧問 那主要就是在做People Play One 跟幫蘋果去開發Siri 做那個就是計算研究 那都是一個三四年的一些案子 那剛才就是介紹的時候也有提到說 我是89年開始一些城市的 然後當時我爸水 然後我當時我爸在天安門 然後他採訪是好像從4月5月 然後一直到6月1號把他回來 那當然我們知道這個4號就發生了一些事情 這樣 那所以當時就是我一面去電腦 然後一面就看我把船回來傳真 就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然後呢在當年的就是89年的年底 我爸後來又去柏林 然後呢就是柏林圍牆的倒下來的這個世界 那當時就是也有一個說法是說 是因為看到6月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柏林那邊才不使用就是比較暴力的手段 才比較安全的完成了這樣子的一個民主化過程 那當然就是歷史的就是是非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也不太可能有一個很完整的想法 但是我爸對這個很有興趣 所以他的博士論文做的就是天安門學運裡面的人際關係 那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 所以這個到最後好像沒有寫完 但是無論如何 那是一個很困難的題目 所以他就實際去德國 因為當時很多運動者可能不能再待在中國了 所以就都流亡到很多到德國跟法國 那所以我去德國那一年就是 就是等於他一面寫論文 然後我一面去那邊念小學的時候 在家裡就是來來往往都是這些就是我們所謂的民營人士這樣子 然後那很多都是就是各方面 很多是就是學理工的或者是各方面的專長 那他們就是一直在討論說怎麼樣子 能夠有一個比較安全的空間 那94年我回台灣 然後雖然我內政部的那個學歷是小學異業 但是至少國中有念一年 不是完全的小學異業 那但是為什麼國中念了一年之後 就等於是就自己跑去政大同庭 然後後來就創業了 就沒有再回學校 主要是因為94年當時就是有一個很有趣的發明 叫做WireWeb 就是一個叫Tim Bransley的人 他發明了全球資訊網 那當時我在全球資訊網上就是發現是說 我不管想學什麼 或者是我想要接觸到各領域的研究者 其實他們直接在上面 所以我不用透過一個中間的一個學校 來告訴我說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麼研究 可以直接去跟這些做研究的人接觸 那如果不是當時有WireWeb的話 我想我沒有辦法就是在家自學這樣 然後那當然就是有從WireWeb拿 當然也會想要回饋到WireWeb裡 所以94年之後我就是一直投入WireWeb本身的開發 那有參加很多就是Pro Fero, Slashdot,危機百科和Freenet這些專案這樣子 那我們在做這些專案的時候 其實就是共通的有一個價值 是從有WireWeb以前 就是我們叫做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就有了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是想要促進人們彼此學習的一個安全的空間 我們網路 因為你隔著網路真的比較不容易傷害彼此 或是多多其他人講話的自由 所以在上面就是大家都可以講話 可是大家都可以講話 不一定能夠彼此學習 所以這些專案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我們是希望在這邊 是用一個彼此學習的方式來講話 然後大家一步一步慢慢慢慢做到 做到什麼呢? 做到一些每個人自己的想法 能夠把它實踐出來 那這個我想是就是整個Internet 包含全球資訊網的一個ethos 一個核心價值 所以就是20幾年來就是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佳華就是我們是在318的時候認識的 他說就是技術者背後不過也不該只有技術 技術背後有他追求的價值 那當時我就跟佳華說 其實我會說是持守的價值 因為我20幾年來就是這同一個價值 他沒有改變過 只是說現在隨著技術的進步 或隨著技術能夠碰觸到人越來越多 或隨著大家都有手機 這個價值可能可以跟更多的人共享 但這個價值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好 那所以這個也講了三個部分 我想第一個部分就是先講G0V 那G0V是我們在台灣一群做開放員 時馬做開員的朋友 在這兩年多來的一個新的嘗試 就是嘗試說我們不只是做軟體 而是透過軟體去跟整個社會對話 那在G0V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些口號 有一個口號是我提的叫做拆政府原地重建 Fork the government 那Fork在資訊科學裡面有一個這個意思 就是說拿一個現成的東西來 但是不是去摧毀它 不是去就是抹殺它 而是說把它正在可能往某方向發展 我們往另外一個方向發展 就是分支的這個意思 所以就是說在這裡講的就是說 政府它本來有一套運作的邏輯 我們並不是說否定它目前做的事情 但是是把它試著往一個不同的方向去帶 然後呢這個帶的結果當然就是 因為大家都是自發的嘛 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敗 如果成功的話我們拋棄掉著作權 政府可以隨時拿回去用 如果失敗的話反正也沒有關係 就是大家在做不斷的嘗試 在軍民剛開始的時候就是2013年初 我很喜歡一個作家張大春 他非常喜歡我沒有Facebook 如果有人看他Facebook的話 他當時就是 基本上他Facebook只會講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講政治 他非常喜歡做政治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講李白 因為他非常喜歡李白這個人 然後一直在做那個顧理師 那我覺得他做的其實蠻不錯的 然後講李白也非常不錯 可是那個按讚的數量大概是 他講政治的可能百分之一這樣子 然後他就講政治就哇 大家都狂轉貼著 然後所以當時Wyer就訪問他 說這個張大春家 你這麼喜歡玩臉書 又怎麼關心政治 你覺得臉書會不會促使公民參與政治 那在13年初就是 張大春給了回答是說 他絕對不會 他會讓公民以為自己參與了 覺得說好像我按了一個讚 按了一個分享 按了一些評論 我就真的參與了政治 但事實上那個結構並沒有改變 就是當時叫做萬人按讚 一人到場 那所以他就說這個 他還是想不出來一個 讓大家又懶 又可以參與的真正的行動的時間 所以我們如果要一句話來形容距離 的話就是一個讓大家又懶 又可以參與的真正的行動的時間 算是回答這個張大春的這句話 那我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就是在去年大概就是差不多這個時候 我們有發起一個開放政治獻金的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在臉書上面就是非常的viral 就是幾十萬人share這樣子 然後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你到一個網頁 然後看到0997線 097線24吧 他打在這邊要按送出 那這個叫做PAPTCHA 事實上大家可能都有一些經驗 就是說你在登陸某些網站或申請某些帳號的時候 他會讓你證明說你不是機器人 所以就會做一些人才做得出來的事情 比如像說便是一些門牌這些 好 那所以其實大家都會做這件事 而且你輸入這樣一個格子 需要花的時間可能是10秒鐘 或者10秒鐘以內 所以就是說這是很懶的 他跟你按分享或者按評論 需要花的那個時間是沒有什麼差別 可是這個格子是什麼呢 這個格子是監察院的各候選人的政治獻金的試算表 他們只允許用紙本吸出的其中一個 那我們就是用crowdsource 就是用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的力量 把監察院因為老舊的卡 在影音機時代的查閱辦法 把它變成現在數位化的結構化的 電腦可以分析的資料 那所以就是說大家都覺得很好玩 這樣子就一直玩 然後就有很多設計師加入 然後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文案 資料包啊什麼樣文學啊之類之類 就是整個事算表我們切成一格一格的 這個叫做豆腐 所以在一開始二四小時之內 我們第一批朋友去監察院裡面 已經帶出來的大概三十萬筆政治獻金 一共九千七百多人參與 然後兩千多份文件 然後每一個都有至少三個人看過 然後我們就把它完整的電子化 變成了結構化的資料 所以就是說一下子就可以萬人參與的這件事情 因為它真的是很懶就可以參與 你真的是花十秒鐘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所以剛剛有提到說查閱辦法 但是限制只能是監察員在那個裡面去參與 然後但是呢 那最近已經有一個想法叫做分身法術 什麼叫分身法術呢 就是說RAWDATA我們把它叫做材料嘛 木材 那如果你現在是你印出來一整頁 你要我去OCR這一整頁 要去辨識這一整頁 然後我可能要花五分鐘或者十分鐘會以上 這樣的話呢 不要說沒有萬人參與了 可能一個人都沒有 因為這個就是很無聊很枯燥很乏味的一件事情 OK 那但是呢 我們用OpenCV 用一些電腦就是視覺化的方式 去偵測裡面的格線 然後去把裡面的一個一個拿出來 讓它變得比較清楚 欸 這樣子就可以分散式的讓每一個人去做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還有一個遊戲化的過程 就把它變成一個遊戲 那人類是很有趣 他只要看到那個進度條有一直在跑 或者是數字一直在動 就是熬夜不睡都會想要把它做完 所以就是 就是大家當時就看到這個數字 欸一定要把它歸零這樣 24小時一定要把它破關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多人來的參與 那這樣子做出來的資料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他當然可以做一個比較豐富的呈現 然後可以做成視算表現排列 那這裡沒有針對特定委員的意思 那對於任何委員 你可以去分析說 他的就是 他的證據獻金的收入是從哪些地方 哪些是他的黨捐贈 哪些是個人 哪些是營利事業 然後 因為我們本來就有一個立委投票指南 跟議員投票指南的專案 所以這個專案就是可以 correlate這個 跟他的投票紀錄 跟他的 如果他是議員的話 工程補助款 跟他所提出來的法條修正案 所有這些東西有哪些關聯 所以可以就是讓政治 跟社會研究者去做出一些 額外的可能他們本來沒有辦法做的 分析報告 那在去年就是1.129選舉的時候 也是我們各地自發的朋友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家的釋灰 去搜集了所有的縣市 那如果是連任的就是議員的候選人的話 會把他之前的證件 他的投票紀錄 跟他的就是出席率啊這些東西 去做一個呈現 然後如果他有收受過任何一次的政治獻金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把這些都數位化了嘛 所以你就可以點選那個參選人 然後看到說他之前的政治獻金 跟他在campaign 在競選的時候所花的方式 然後也可以看到說哪些人拿了 就是政黨的多少的補助款 那可能有一些比較艱困的選區 拿了比較多 那或者像中間這位 言清標的複選人 他不需要政黨的補助款 他就可以這個有相當多的競選金 所以在政治獻金案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裡面結合很多人 就是說一開始提出這個主義的人 他其實是既沒有動員能力 也沒有技術能力 他是誰呢 是一位國寶級的白幕 叫馮光源 然後馮光源 他就是提了這個主義 說政治獻金法已經推了那麼多年 我們都沒有辦法把它修成透明的 那我們不如用一個北風跟太陽的策略 就是說你們如果再不自己開放 我們就幫你開放 那他當然是我們叫做就是 Civic Media 或是Participatory Media 他寫一篇部落格 就非常非常多人看 可是他長期有一種就是無力感 就是說我看了 然後大家萬人按讚 可是實際上他沒有辦法 真正變成一個行動 所以呢 他就可能結合了一些NGO的朋友 一些朋友看到說 他的這個主義 只是需要一些人去建廠院裡面 按影音然後按複製 然後拿出來 那這個他們做得到啊 他們可以就是前鋪後幾的一大堆人 一直進行才能演東西 那最後就是我們這些 本來在做自由軟體的人 他可能 本來並不是那麼關心這些公民的事務 可是現在發現說 我們只要稍微貢獻一點我們的所學 這個東西就可以從只有少數人 才能夠取得資料變成所有人都可以來幫忙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大家的Best Practice 跟彼此互相學習 然後結合成一個可能三方面當初 自己都沒有辦法做出來的那樣子的效果 那所以就是我們隨著一個一個專案這樣子 RUN當然成果就還不錯 這些數字其實都有點舊了 就是說像Facebook大概11萬人的讚吧 然後開發的社團大概1萬人左右 大概1000多人貢獻 那這是不算就是只貢獻我們 就是5秒鐘去做辨識的 那樣子當然就有更多更多人 那所以大家的好處就是說 它有一個放大器的作用 就是有任何新的這種工作 做任何新的Civic Media 它可以一下子放大給這些人 那裡面甚至只要有1%有興趣 我們就可以到達一個Critical Minus這樣子 那然後我們就是 因為都是公開的協作 所以協作區現在大概是5000個人貢獻 然後大概有2萬多筆的 研修和紀錄 那所以其實全世界各地 都有都有人在做類似的事情 所以當時去智力Propolis的時候 英國可能是最早開始做這件事情的 MySociety的Tom Stagger 當時就是因為我們 臨時政府的4個發行人之一 是高嘉陽 他就去開會 去跟全世界這些人想說 我們有哪些技術的原件可以共用 然後大家一筆下來就發現說 最活躍的是台灣跟以色列 那台灣的人數可能又是以色列的10倍這樣子 所以就是全球規模最大的 所以高嘉陽就說 不出國比賽不知道自己是第一名 可是這個第一名其實並不是那麼光榮的事情 因為如果是在 好比像說歐盟或英國或者美國 他們本來在這些Sunlight這些數字 本來就是數位化的 他根本不希望我們動員這麼多人去做這件事情 當然反過來講如果是在北韓啊 或者像一些就是中東國家啊 或者甚至中國啊 可能我們不需要聚集到10萬人 我們可能聚集到100人就可以插水表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是兩方面就是因緣湊合的結果 一方面是說公共們他可能還在影音機的時代 他還沒有完全的網路化 但是二方面台灣是真的是非常自由的 就是10萬人集結不會有政治上的後果 才有可能做到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臨時政府的運作全部都是靠 我們叫做黑客松的這樣子一個活動 我們可以看到黑客松會有各種人 我右下角那個人其實在拉小提琴 黑客松做的事情就是在一整天 然後有這樣一個空間 然後有吃不完的食物啊 飲料啊 然後開放所有人來報名 那在我們每固定 我們固定每個月會有一次黑客松 那雙月是大型的大概100人到1000人都有 那單月是可能比較中小型的30到50人 但是幾乎每個禮拜都有更小型的 就是大概5人到15人的每個專案自己的黑客松 所以就是說周末都是大家下班的時間 那下班時間可能很多人就是在家裡玩 或者什麼之類的 像只是說大家參與這樣子一個活動 他覺得人生比較有意義 那我們大型的黑客松一進去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到一疊貼紙 那進來的人就是說拿我可能是法律專業 或者是攝影專業 設計專業 所有這些專業 他的這些專業 他就是拿這些貼紙 然後別在肩膀上面 然後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待會兒分組的時候就可以用 那第一次參加的人可能就是貼一個梅花 如果也貼紙 表示說我沒有來過 我不知道名聲不是幹嘛的 然後如果已經來過好幾次 因為我們辦到現在已經三四十場了嘛 就是如果來過好幾次的話呢 可能就是貼一個非熟和貼紙的 就是說我願意幫別人 所以這個黑客松的format是說 還有時候我們在中研院資訊所 早上大概九點多 就一百多人聚集在那邊 聚集在那邊之後呢 每一個人有想法 像剛剛說我想要把政治現金公開 的想法的人就上去做一個三分鐘的提案 就是pitch說我今天這一整天 我想要召集 好比像說兩個工程師兩個設計師 一個法律專業的之類之類 去完成這樣子一個專案的一個處形 那就是挖坑嘛 就是提出一個案子 然後呢接下來呢 就是大家會像大風吹一樣的 去聚集到你感興趣的那個專案 那一場大的黑客松 通常有二十個左右的專案 所以就是不管你就是 關心的是社會的哪個層面 應該可以找得到就是自己有興趣的專案 那當然就會有一群梅花路就是 就是停在那邊 不知道你要怎麼做這樣 所以就會有一群黑熊過去 然後會去說 你平常在做什麼啊 你關心什麼事情啊 那就是我把你帶到合適的那一堆去 這樣子 然後呢在這樣一整天的工作之後 幾乎一定都沒有成果 所以在雛形的成果 最後就是每一組五分鐘上來 去發表說我們今天做到了什麼程度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能約每個週末 衝刺把它做完 或者每兩個禮拜 或者在線上 或者用什麼別的方式 然後我們延續把這個坑把它填滿 把這個專案做出來 所以真的要講G0E 它其實並不是一群固定的人 任何人你只要來了黑客松 或者你在線上參加我們討論時 你就直接是G0E的朋友 就是我們叫做貢獻者 那同樣的G0E的專案 通常都會需要很多人的參與 像剛剛就是填政治性間那些格子 那這些只要有來參與就是參與者 所以就是說它並不是一個有內外的 有黨政啊或者有什麼 這個會員資格啊的這樣一個組織 它不是組織 它就是一種做事情的方法 一群人參與這些東西 然後在黑客松裡面認識很多人 這些人會推薦你做一些坑 然後這些坑做的過程中 你會認識更多關心就是各界議題的人 然後他們又會再發起更多的黑客松 然後就再有新的專案 是一個不斷流動的這個循環 所以G0E它其實就是一種做事情的方式 它並不是一群特定的人 或一群特定的專案 那舉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就是最近不是有八仙的那個粉塵爆炸的事件 聽說它叫順然 順然的事件 那我們本來就有一個長期的專案 叫做全國重度急救責任醫院急診及時訊息 這個是衛福部他們要求所有的急救責任醫院 在網頁上面都要公布他們目前的空床 滿床率 推床數等等等等這些非常critical的資料 可是第一個每個醫院它發布的格式都不一樣 第二個他們只需要發布當下的資料 他們都沒有留以前的資料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在做分析的時候是很難使用的 所以G0E就發寫了一個專案 這個本來就有的就是號召每個人 把自己離自己家最近的那一個重度責任醫院 寫一小段程式 把他們的網頁轉成相同結構的結構化資料 然後固定每十分鐘或是每五分鐘 把它PO到一個共用的資料庫裡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就可以像是股市看板一樣 你就可以知道說目前的醫療資源的配置的情形 那它有一個很好的PR的效果 就讓大家知道說大醫院其實幾乎隨時都還滿的狀況 沒事情不要跑大醫院這樣 那但是這樣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我們所有的成果都是開放 就是open source 是基本上拋棄著作權到一個程度讓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就有一些大學的研究團隊 他們拿這個資料去做predictive analysis 就是去預測說 我救護車現在開30分鐘之後 以我預測最幾 就是空創數最多的那個救護車是多少 然後80%的信心值在哪裡 那所以那個是就是有一個防災獎 他們也有的獎 這樣子 就拿這個數據去再往未來去做一點點推測 所以當時就是在渲染發生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瞬間改了我們的儀表板 就是就是顯示被給計討的資訊 然後就可以看到就是哪些醫院spike 然後哪些醫院他的就是配置的狀況 然後在不到一天 事實上是大概三四個小時之後 排隊是資訊局 因為當天是駕馭 他們沒有辦法一下子就要求他們 廠商做出一個儀表板來 所以他們就直接把就是資料開放出來 開放出來之後呢 距離地就有另外一個專案是做家屬的巡人 所以你可以打就是你認識的人的一部分的名字 或者是他的地區 然後就會顯示說他現在在哪裡 然後目前狀況是怎麼樣 這樣子就是第一時間讓大家有一個就是 比較不會慌的一個管道 然後還有當然就是出院照護醫院的概況 然後得了一天之後呢 又發起了另外一個相關的專案 就是去把各地的捐寫中心 他們網頁上面 因為當時捐寫中心幾乎網頁是蠻窄的 就是Nilo可能兩分鐘可能網頁都不一定會回來 這樣子我們就把這個整合在儀表板裡面 所以你也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說 台北、新竹、台中這些捐寫中心 目前需要是A型的還是AB型的還是什麼型 因為寫的它的存放是有一個實現的 所以與其就是一開始一兩天所有人都跑去捐寫 不如是說大家有時沒時關注一下這個儀表板 然後需要的時候再去就是把你的寫錢的協議 就是貢獻出來這樣 所以那當然就是第一時間就是 非常非常多人上來看這樣子的一個儀表板的網頁 然後也一定程度起到的疏導的作用 所以在這裡我想就是臨時政府 它有臨時這兩個字 每一個講者來講的意思都不一樣 那我自己通常會講的是說是 大家用零星的時間零碎的時間 就可以來做就是公共參與的事情 包括大家在周公的時間黑客棕 或者它五分鐘的時間幫忙填兩個數字 那但是呢 在這種時候它又有一種 Zero Day的這個意思 就是說它是沒有時差的 它可以在一瞬間就反應這個情勢 然後把大家所需要的資訊提供給大家 這樣 那這一套系統其實在上一次出現是在高雄氣包的時候 那當時用我們常用的一個就是共用書籤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叫HackFolder 那HackFolder呢 其實當初就是兩個G01的朋友 黃景宏跟橘貓 他們各自開了 但是因為是開放緣碼的關係 所以他們瞬間大概十分鐘左右就整合了 整合之後呢 就是左邊就是一開始只有地圖跟即時氣爆的狀態 跟就是高雄市的訊息 但是因為這個書籤是開放所有看的人編輯的 所以一瞬間就是所有的相關的資料啊 管線圖啊 就是即時資料 所有這些東西都就是大家一起把它Curate 變成一個所有關心氣爆狀態的人 都可以看的一個共用的系統 同樣系統我們也用在尼泊爾鎮災上面 尼泊爾鎮災其實它那個規模會影響到的人 其實是比剛剛講的這兩個都多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災難 那當時在尼泊爾鎮災的時候呢 本來就有一個社群叫做Open Street Map 就是開放街圖 大家如果有用過維基百科的話 但是大家都編一本百科全書的這樣一個想法嘛 你看到那個百科全書沒有什麼錯誤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修正或做一些補充 那開放街圖就是大家一起來編地圖 那為什麼已經有Google Map跟Apple Map之類的 我們還需要開放街圖呢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說 他們通常只會照顧到就是 或者車子有開的地方比較大的都會區的 那個就會做得很細緻 可是尤其是在偏向像家的滿都 離旁邊的這些就是小的道路 其實連街景車都開不過去 他們並不會特別去做那個非常detail的Meming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開放街圖就特別重要 就是當時我們首先是用地震前的衛星資訊 大家先把建築物跟道路標出來 那後來我們也談到就是衛星廠商 他們願意就是義務公開 所以這是第一次就是大的大陸 大陸的震災之後 24小時我們就拿到就是最新的衛星資料 那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救災是72小時 所以當時就是24小時之後 開放街圖的朋友就開始認領 就是每個人認領比較短 然後把就是震災前的衛星資料裡面 哪些地方有路 哪些地方有建築物這些東西 跟震災之後哪些路斷掉 哪些建築物不見 哪些地方出現新的帳篷 每個人分一小塊 然後試著把它標注上去 那這個Meming就是非常非常多人一起參加 大概全世界大概七十個小時來算的話 大概兩千多人 台灣可能大概兩百人左右 然後就是在用新的地震火症的資料 就Map了大概七萬多條道路 跟十五萬個左右的建築 那就是第一時間就是或是智慧聯合國 所有這些進去救災的人 就是實際拿著這樣子一份資料 然後去看說他們物資能夠怎麼樣運進去 所以當然就是說我們不可能 每一次世界上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們人就飛過去當職工 那我們在這邊至少有一些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好 好 那剛剛是一些比較就是災害救援或人道上面的一些專案 那我自己長期在幫忙的一個專案叫做萌典 萌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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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那一本方明音的字典这么厚 我们也是 因为当时事实上是根本只有签字版 签字版也早就已经不见了 所以我们现在手上只有 解析度不是很高的扫描档 那这个扫描档呢 我们就是一样切成一条一条 然后呢就是请网友看到这个之后 把这条打出来 同样的每一条也是有三个人以上交对过 然后同样的53小时之内 这么厚的一本字典就完全数位化了 然后你就可以用中文 用英文用阿梅语去做全文检索 那现在也有很多就是阿梅族的朋友 他们可以从这个上面再去做加持 再去做配音 再去做配图片 所有的这些工作 那教育部呢 我们也不是只拿教育部的资料 我们有回报 当时他们有办一个叫做 字典着目鸟的活动 这个活动大概有六千多个回报 其中大概五千多个是蒙典这边过来的 那他们就是希望大家来挑 这十六万笔字典里面的措字 那我们就想说哪些措字是机器可以挑 但是人类比较挑不出来的呢 我们后来就想到说如果有两个词条 他引用了同一个书的同一张的书证 可是他们引用的句子里面只差一两个字 那可能有一个是措字 所以这个是电脑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但是人你可能看就看过去 人是不会发现的 所以我们就特别像这是一个叫做张锦奇 那是台湾的当时清少的一个官 他在家务战争离开台湾的时候 他说回忆鸣笛飞风标准逐浪脱险真其绝 那这个在鸣笛跟标准都有出现 可是呢在其中一个呢 他把脱险打成了脱脸 好 那但是这个这个打字的 后我们看的人可能看就过去了 可是电脑不会挑出这个错误来 那电脑不知道是脱脸对啊 还是脱险对 所以我们就一样有一个pronsors 就是在那一个月 在那十八天里面 你只要上来某点 右上角就会出现一个啄母鸟 问说你愿不愿意贡献一点点时间 帮我们挑做字 那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愿意 七百万人死 那也是七百人啊 那也很多人啊 所以那他进来之后我们就会说 这两句话你觉得哪一句才是对的 那按这个可以跑去Google 去找说 是在别的网页也有出现这句话 还是根本只有教育部归词 里面出现这句话之类 那当然也可能两个都对 是一体字或者两个都不对 然后呢另外他在挑措子的时候 还可以留言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一个讨论版的一个概念 所以就会有人留言说 脱脸确实是很齐绝 可是这个已经拍成电影了 没有什么心理这样子 Face off 那因为就是很好玩 就是有点像是聊天室这样的状况 所以大家都很愿意分享 因为你每就是改这样子一个条目 它会有一个成绩单 然后做完十个之后说 非常感谢你的贡献 然后这样子 然后里面每一笔都可以在去Facebook上面分享 所以就可以有一些传染力 然后大家就很愿意挑 那教育部在收到这个之后 确实也就是请学者专家去 去真的是一笔笔研究 然后只有五千多次刊物 到现在就是蒙点跟教育部词典里面都已经较整了 这样是一个合作的例子 所以so far看起来都是研究部门合作 没有什么战争的攻击性 所以接下来第二部分就是来讲攻击性的部分 好 那G0V其实专案上百个 那每一个其实本来是各自为证的 然后每个都出来各自不同的协作的方式 但是就是有一件事件让大家都结合在一起 然后把我们大家试到的这些方法 在同一个场域在十几天的时间里面 把它全部综合在一起 那就是我们叫做去年3月18号的 第0次数位体验营 当时呢是318 是透过G0EA另外一个专案叫做立院影城 立院影城是它把本来只有当时立法院的直播 只有IE可以看 而且只有在Windows的桌面电脑可以看 所以看的人很少 那我们做了一个影音转码的工作 就是把它转码成手机上也可以看 而且可以让其他东西 其他人来接取 所以公多盟就把它接取到YouTube上面 这样子 因为立院只会保留 我忘记几年了 三年左右了吧 但放在YouTube上的话 可以大家下载可以吞散式的保存 那所以就又有另外一个 社会企业叫做沃尔草 就接了这样子一个 我们做的这样一个影响来源 然后他们就把它包装成 好像看体育比赛那样子 一个叫做国会无双的网站 国会无双他们做的事情就是 每天会去发说 接下来今天的赛事是 内政委员会 教育委员会 什么委员会 然后今天的投手是 某某委员 某某委员 某某招委员 然后呢 今天这个客座来参加的呢 是经济部被寻 什么部被寻 然后呢 他们就会选出 他真的投票 选出这个今天的好球 今天的坏球 今天的乌龙球 然后呢 然后会挑一些 就是委员可能质询的特别有爆点的一些段落出来 然后变成当天的报道 然后呢 还会就是长期关注一些专案 所以他们真的就有两个full time的人 在盯着那个直播看 然后随时看到这个有有趣的东西 就把它分享出去 那他们也跟苹果 也跟一些其他的媒体 做一个公稿 就是在这边只要有爆出东西来 他们那边马上及时 就留一个专案给他们 所以就是说 G0E做的当然就是只是资讯开放透明 可是这一块做出来之后 有很多民间做加值的私部门的 就会自己去 去把它做个外的利用 所以在318当天 就是沃草那边看着 G0E 立运影城出来的这个 炫耗员的朋友 就突然看到有 画面突然黑掉 然后有人宣布这个30秒宣布说 欸 通貌协议通过这样子 那所以他们就立刻 就把它在上面爆出来 爆出来之后 就当然就转发到 就是各个线上的媒体上面 所以他们一瞬间就发现说 欸 怎么突然之间就通过了 然后所以就组织了一个 在利苑外的一个大型的 一个抗议晚会 那因为当时是318 在308的时候 我们才支援过 就是反核的那一场游行 那一场游行 就是我们帮忙拉了 就是HINET的光纤 然后发现说 本来只是给当时的记者来使用 可是后来他说 当时我们留很多品款都没有使用 那那些品款很浪费 所以我们就临时就想说 那直接接到这台电脑上 然后直播出去 可是即使是 事前没有预告的这种直播 来看来也很多啊 比舞台前面的人还要多啊 所以当时我们就发现说 有直播的时候 他可以结合一些 不方便出门 或者是台风天 他真的在家里 真的比较安全的这些人 也可以关注这些事情 所以就完全同一套设备 同一套方式 在318的时候 我就是去帮忙 提供网路 那提供网路 当时有一个很 很专业的一个 长期跟GEO合作的朋友 印第大地 他就是去做一个独立媒体 就是Independent Media 他去帮忙就是把直播 转接卡这些东西设定好 那他因为他没有网路嘛 所以我就是提供无线网路 那当时我还记得说 我的无线网路卡 没有办法接到他的电脑上 中间他要过一个 那个 NAT Bridge 所以就有一个年轻人 他说他是黑导青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黑导青是什么 然后他就说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 有一个笔电 刚好可以给你接E-NET 然后转接到Indiana 电脑上 那我说那可是那你 笔电不用嘛 他说不用不用 这是Administrator的账号 直接给你 笔电就给你了 我今天都不会用到我的笔电 那我当时不知道 为什么有人可以今天 整天都不会用到他的笔电 后来他就去翻墙了 所以 就是说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所以 对 所以就是在当时 我其实完全不知道 你这群人要干嘛 但是我就是去支援网路 然后网路设定好 大家没问题了 当时用我手机的那个 就是3.5G PLUS的网路 所以我就把手机留在那边 想说 晚上晚会结束 我就把手机拿回来 但是事与用尾 手机没有那么快拿回来 所以就是说 我当时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就有另外两位朋友 带了很专业的 就是摄影的设备 然后来帮忙 就是也是G0V的朋友 然后帮忙继续做直播 等他们到的时候就发现说 就开始翻墙 然后跟警察有些推积 然后就进入威法院 那 所以他们有一个很高的 拍摄架 然后又很专业的 TV这些设备 所以他们就完全是 参与式报道的 那种方式就把整个过程 都录下来 那这一场 就是他们 并不是直播是录影 那马上就放到YouTube上 那一个录影叫做 谁说我们是暴民 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在隔天 所有的媒体的定调 都是暴民 严重冲突 什么什么样 可是日明有一个参与式报道的一个footage 发生说 其实没有 因为里面根本没有警察 没有什么冲突的 然后呢 然后也是很和平 然后中间有就是物资通道 或什么通道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那么 那么 那么 粗暴 所以 就起了一个第一时间的作用 那当然实际进去之后就是 有一位朋友在里面用夹脚头鞋 开始做YouStream 所以就是除了我们本来在外场的直播之外 那一场也做了一个直播 然后因为后来就是 另外那边这边也有事件 所以就马上去运业朋友就拿着YMAX 去那边也把那边的直播做出来 所以在第一天到半夜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 开始有三个第一眼的直播 那所以大家都看直播 然后都很想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怎么办呢 那 这个时候我们平常在共笔的 就是有点像是Google大夫那种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打的这个hackpad 的这样一个文件 我们就号召大家说 那你不管在看哪一边的直播 你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你就把它打下来 就是也是可以抒发一些自己的焦虑 就是一些没有办法出门的人 所以就是从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留下了这三个地点的逐字稿 就是几乎发生所有事情 它是每一句话都记在Hackpad上 然后Hackpad就透过我们的 这是算是我在维护的一个试算表 JaranEtherCalc 它是一个匿名的试算表 任何人都可以把就是它有新的讯号员 接到这个试算表里 然后就变成了Hackfolder 所以这个共享师书签 在大规模协作的第一次使用是在这里 那所以当然也有设计师投入 然后做一个视觉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 到最后大概二三十个讯号员吧 都可以及时在这边做转捕 跟做逐字稿 那同样的 我们把Rodata放出去之后 接下来就在一天之内就有 好像是二国语言的朋友 就直接把我们整理的逐字稿 因为它们不可能在那边听嘛 但是它们随时回来可以看到说 逐字稿要多了哪些 所以它们就可以摘要 然后翻译成各国的语言 然后还有包含物资啊 所有这些都是根据这些Rodata 然后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其实跟救灾并没有什么两样 去把它organize起来的 那到了二十二号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那一场透过Wimax 就回到每个人的手机 它并没有那么立即 并没有那么直接 所以当时在外场就是有 有一个谣言说 那场正在清场啊 怎么样大家就要冲进去 那后来就乱了一阵子 那当时我在现场 我就想说那这样不行 所以我们就也是自己目击了 这样一个帆布棚 然后就是投影机 然后直接内场跟外场中间 就是当时线路组的投影友 在那边设了一个intranet 就它并不需要过Wimax 过国外然后再回来 内外场是直接自己的一个区域网络 区域网络的什么好处呢 就是外场投影机 可以把内场的状况 中时的 即时的 完全没有时间差 可能50个ms的delay 直接呈现在前面 然后那同样内场到后来 他们也加起了投影机 自己把外场两边的情况 都投到内场里面 所以事实上看起来好像是人强 好像是警察 好像是什么 可是从一个角度来看 它变成透明的 内外可以直接互相看到 所以当时就是很多人 那这个是军令玉当时 紧急印了一个bange 就是去支援这种线路 去支援大家的通讯权的人 就是贴这个 那就是跟那个穿律师的法袍 跟那个穿医生的摆袍 有相同的意思吗 就是是中立的 然后是来帮助大家 保障大家的通讯权益 所以就是可以 就是两边都可以通行 所以当时我就在Twitter上面说 其实我当初去支援 当天我并不知道有人要翻墙 可是要连上墙力跟墙 我还是有中立的网络可以做到 那我希望通讯可以减少冲突和误会 我的本意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结果就有一个中国的网友会说 本来就是大陆人都要翻墙 就是说这里的这个墙 它可能不只是立法院的墙 它可能是中国的那种长城 那其实文明跟文明之间 文化跟文化之间 可能日后不久 星球跟星球之间 其实都有一些多通商的困难 那确实只有中立的网络 才能让大家彼此面对面看到 那这个想法在324的时候 就马上就体现了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写作的东西 在当时就遭到攻击 我现在还不知道 线上这些攻击是哪里来的 所以我们就马上就offline 那这段时间 刚好就是他们正在冲行政院的时候 那他们冲行政院的时候 我们当时也是有军力的朋友 就拿着iPad冲过去直播 然后他把手上的那个行动电源 通通都给他 他背了一包行动电源 然后跟着那些学生 就是一起去行政院 那我们就发现说 非常吊诡的 就是说他去的那边 他当然因为我们是中立 他有拍到砸窗户 有拍到冲突这些 可是呢就还都蛮克制的 就是学生也蛮克制 警察也蛮克制 看起来好像蛮有秩序的 然后PTT上面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直播 就是马上就1万人在看 2万人在看 3万人4万人5万人 就一直往上跳这样子 可是在行政院的另外一侧 没有直播的那一侧 非常惨 所以就是说我们当时就学到说 人在有直播跟没有直播的时候 行为是不一样的 当然是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就很深刻的了解到说 人在有直播跟没有直播的时候 行为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线上这个比较容易 我们就去紧急抢修 然后大概一小时之后就恢复了 那线下当然要比较久的时间 才能够恢复 所以我们在324就发现说 我们只是定点放摄影机 这样子是不够的 所以当时我们就又发起了另外一个专案 专案每天都有新专案 这个专案叫公民记者证 就是你只要上网站 上载你的照片 打下你的名字 我们就自动让你 用家里的A4印表机 或者是用iPhone 这个可以直接印出一个记者证 让你可以贴在你的iPad的背面 那这个记者证的另外一次写什么呢 写说司法院市制第613689号 这都是最近几年的判决 说一般人为促进公共事务 讨论以监督政府 提供据新闻价值之资讯 与众人时 应该享有跟新闻机构 跟新闻记者相同的采访保障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大法官实现 他就是说 不管你有没有记者证 你都可以在这种时候 行使记者的职权 那所以如果好比上说 警察让电视台记者进去 他不能不让公民记者进去 那这个是 是自613689号 为了避免这个警察 有一些争议或怎么样 我们还有QRM code 你只要把那个QR码扫一下 就会直接跑到大法官实现的 那个网页上 所以这就真的有用 就是刚刚提到的十几个讯号源 他们真的就是印出来 然后真的就是贴在自己的iPad 或手机的背面 然后我们在地面上 就多了非常多的讯号源 那在当时就是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就没有再有就是严重的冲突 或者是有人失踪的情况发生 所以就多多少少可能有起到一些作用 那当然就是不能只是抗议嘛 所以当时又有很多专案 有些不是军令里的一个像自己的服帽自己省 那那个是当时冒出来的 那这个是军令里其实已经做了八个月的一个专案 就是从好民意当时写的那份公开信之后 就开始做的 就是他挖了一个坑 然后军令一的朋友下去做 那这个是做什么呢 是把服帽协议里面的每一条 跟他的台湾的产业别 跟联合国的产业别 跟WTO产业别做对照 然后再对照大陆那边的产业别 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 但他最后要做到就是说 你只要打入自己的公司名称或营业项目 他就会用一个很友善的视觉化的方式 跳出来说你有被服帽 或者你没有被服帽 如果你有被服帽的话 他会说 你有被服帽的情况是 是你的企业可能会受到这边来的资金 或者来的人 或者来的服务 家里竞争 或你这边也可以相应的去大陆那边 去做哪些设点 那所有这些就是从公司名称 对照到经济部的资料库 对照到行业别 对照到国际的行业别 对照到大陆的 对照到大陆的 然后再这样子呈现 都完全是就是 志工用八个月的时间 去把它整理起来的 那所以这样子 我们才叫做 Informed Deliberation 不然的话连再烦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有一个真正的讨论去说 这件事情要怎样影响大家 那当然在329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群抗议的人 叫做白色正义 他们是在抗议说 不当抗议的这些行为 应该要抗议 所以就是说 他们是觉得是说 也许福报是值得讨论 可是这里立法院 这个抗议行为本身 并不是很正当 它是值得抗议的 那他们也是组织的一群人 然后因为我们是中立的 我们就是一样 就是有街头直播 然后跟着他们拍 然后可能也是 一部分因为有跟着他们拍 所以大家都非常有礼貌 就是把那个道路让出来 然后让他们 好好把他们要说的话说完 但是 可能因为他们比较 没有翻舍的运动和经验 所以当时就有一些 就是麦克风演出状况 然后舞台的配置啊 或者直播啊 都没有设定得很好 所以在当天的活动的时候 他们就写心来去 林林说 可不可以帮我们忙 教一下我们说 这种大型活动应该要怎么办 这样子 那所以同样的 我们也是回应 说我们在308的经验 就是给黑道青参考这些经验 同样的模板 我们建成了一个template 你知道按照那个方式打勾 就可以把一场大型活动 做得比较好 那同样的也给白色正义去参考 然后 所以后来他们好像是去台北车站 把那一场 是可能有稍微做得好一些 所以这里看到就是 这个我们的ethos 我们的一个基本价值 就是说 任何人想要说话 让他充分的好好的说出来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说不平则鸣嘛 他能够鸣就没有那么不平 就比较容易冲突 当然330是有更大的一场 那同样的就是 可能每50公尺吧 就有一个转播的大的萤幕 然后就非常非常多人 那在当时 因为我们在那附近有intranet 所以我们就架起来 露面有这样子一个直接 直接民主的一个表力的一个系统 那当时是线路组的朋友来决定说 我们线路组要开放募集到多少人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来判别 除了这个弊章 因为当时弊章已经每个人都可以印了 弊章已经完全失去区分的作用 所以就是用什么方式来区分说 哪些人真的是线路组的 然后哪些人其实是 可能并不是只是来凑热闹的这样子 所以这上面有些很有趣的讨论 例如像问说 2的15次方是多少 什么之类的 就是有一些方式来判断 然后那在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自己在内部有这样子一个讨论 那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网络平台叫Lumio 所以当时他们在做公民宣证会 就是居家华那里那里去人 他们就在想说 我们可以结合这两个 他们在实体做审议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实体审议的主资稿 捧到这个网络空间来 因为实体审议结束之后 人就散掉了 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东西 人就不会散掉 他可以回到这个网络空间 看看当时讲了什么 看看当时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就是说 重点是那个spirit and attitude 就是在政策制定的时候 的一个审议的态度 那所以所有的这些科技 就是刚刚有提到 就是我在行政院当了半年的顾问 在上个月底结束 这半年来就是在暂时辅导吧 行政院这个 我把它开玩笑叫做 全台湾最大的NPO 就是他后面的很多想法 跟NPO其实是一样的 碰到问题 也跟我们碰到的 NPO的内部横向沟通 或咨询化不完全的问题 的示范 非常想像 它是一个特别大的NPO 这样子 但可能在国际上 有时候是NGO 那然后在这个时候 它有一些想要跟 网路沟通的一些议题 那这些议题呢 它不知道 我们也要跟我们沟通 所以我们用刚刚的所有的 相同的这些技术 来做了立台湾的这个障碍 这个障碍 这个障碍当时 我们参考的文献主要是 Michael Harris 它就是Social Media and Rulemaking Impossibility and Buried 这一份论文 它有公民咨询的三大障碍 然后实际在这上面 有在做事情的是 最近两年吧 克迈尔的Regulation Room 它有做一个Roommaking 2.0 那就有兴趣直接看论文 现在不太可能把论文 summarize 但是就是如果只要提它的重点的话 就是说他们这两份论文里面都说 要让公民参与政策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可能像近期的巨人 你要先过三堵墙 那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 就是我们叫无知之墙 就是说往往在一个新的政策 形成的时候 就是部会内部在讨论的时候 知道要有这个新政策 或知道国际上有这个发展的 是智库是专门研究这个的老师们 是行政院的人员跟政党 就这样 那可是被这个政策影响的人 我们叫做利害关系人 往往是最后知道的 是这个政策根本已经 服貌已经30秒通过了 大家才发现说 突然间有这样子一件事情 这个中间的那个 就是时间障碍是很大的 那接下来假设他有了解了 他好比像说有一些医劳盟 或一些什么组织 他们说好 我们就是让大家看懒人包 或用什么方式 去让大家了解 可是从这个了解 要变成能够跟政策制定者沟通 中间会有一个有效评论的障碍 就大部分人上来留言的时候 留的是这个东西是一部恶法 应该马上停止 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完全正确的 好棒棒 我忠心支持 可是这两种意见 对政策制定部门是毫无意义 就是说他们要 如果他们要做问卷 他们已经去做问卷了 重点不是那个问卷 而是他们想要听到的是说 这个政策如果通过了 将如何的影响这些利害关系人 这个才是他们不知道的 那但是要把这个讨论素养建立起来 尤其是在PTT或脸书 这样子一个位置 是特别困难的 因为当时就是一直到现在 这两个位置 主要都是以抒发个人的感情感受 为目的 比较少是说 会认真的来讨论说 我的利害关系在哪里 好 假设 现在我们有一个地方 就是有讨论素养 然后利害关系人愿意上来 他们会马上要第三堵墙 就是说当一个政策要修订的时候 他可能只是修订一个细则 一个办法 一个规章 可是他有一个子法 那个子法又有一个母法 那个母法有别的主管机关 那个子法里面的每个定义 有另外的细则在定义它 所以除非你先看过五十万字 不然根本没有办法 有意义的来讨论这个政策 几乎每一个政策都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即使一个人他愿意好好的讨论 他在没有福利女奉的情况下 确实难以做出一个很深入的讨论 那这个就是很实际的 就是在1.129的某一场选举之后 就是我G0B的一些朋友 跟劳动部有一场 有一场会议 那其实就是召集这个会议的 就是蔡玉玲 蔡正伟 他是远在他刚上任的时候 还没有这些事的时候 其实就跟G0B有合作一些专案 那当时就主要是一些新创公司的一些政策调试 那这边就发现说 新创公司里面很多人是在家上班 像我完全都是在家上班 那这个时候就是远距劳动 他们发现他们有办公厅会 他们不是没有办 行事都有做到 可是公厅会他们通常要的 除了学者之外 不是工会代表就是工会代表 这个应该很容易了解吧 可是远距电传劳动 并没有一个工会代表啊 就是说远距电传劳动是一个工作方式 他事实上可能是设计师 可能是作曲作词 或像我们做资讯一些程式 所有这些都是远距劳动 我们并没有一个远距劳动总工会的嘛 他们不知道工厅会要邀谁 也没有人敢说 我代表所有的远距劳动者 因为那个样态非常不一样 那同样的远距劳动的这些新创公司 他也不会有一个产业总工会 也不会有一个工会代表 没有人敢说 我代表所有在Kickstarter上面的台湾公司 根本不可能 那如果有工会 他们已经成功了 不叫新创公司了嘛 所以就是说他们想要了解 这个政策 将如何影响离开关系人的时候 传统的工厅会 连发函要发给谁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状况 所以当时呢 在居邻里的黑客松 蔡玉玲她就是用个人的 相名的身份 来参加我们的黑客松 也是一样上去做三分钟的简报 然后说我们现在真的有一个困难 就是我们想要reach到这些 在台湾社公司的新创公司的工作者们 以及他们手下可能是跟他们合作的 已经不是传统契约关系的远距劳动者 我们碰不到这些人 去林匹可不可以大家一起想一些办法 所以当时就会很多人跳坑 那同样的就是完全都是职工 就是自己架出来的一套系统 所以我们就参考了这些论文 然后自己架的V台湾这样子一套 就是线上审议的一个流程 那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来讲 就是我们在2月1号跟经济部讨论 说那如果我们现在要把开曼群岛或者矽谷 那些我们叫做combatable bonds 就是一些一股多权 或者是它可以用技术或劳务或信用出资 这种比较弹性的公司法的修正 它即将影响到哪些人丢上来讨论 经济部没有一个预设的立场 它想要知道说大家对这个政策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时候丢到线上讨论 我们觉得是适合的 所以2月1号就上来讨论 果然就有一百多个人 大概一百人左右吧 上来实际发表说 他们有些是企业主 有些是募资平台的平台商 有些真的就是在开曼群岛公司的人 之类之类 他们上来说我们目前在台湾的法令 碰到哪些具体的问题 那他们当然是提出问题 他们不是法律专业 不可能说怎么修正 但我们把碰到哪些问题 大致做一个收拢 收拢之后 在312在行政院下半时间 进行政院场地 跟Lifehouse做了一个直播的资讯会议 就是把公司法的学者 然后把就是部会相关的人士 都邀过来看着这132则留言 去提供他们的想法说 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才能够解决这些需求 那在312之后呢 我们的设计里面 在初步讨论里面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人 会收到一份请帖 说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Working Group 那这个是从Internet 学来的一个概念 就是Internet的Working Group 是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 厉害相关者 他不一定要很懂法律 可是他可以明确地列出 我需要什么 不需要什么 就是因记载不得记载事项 所以在资讯会议 就是专家学者们提出了他们的法律 跟学术见解之后 我们在那个周末就聚会 然后提出具体